我們看到這題目 是將下列兩副數化成極式 並求出其絕類值極主伏9 那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z1這等於-4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的是-4加0i 這時候這x是等於-4 y是等於0 所以呢這r是等於根號x平方加y平方 那麼這等於這是根號-4取平方加上0取平方 所以呢這根號16也就是4 那麼cosθ這等於r分之x 所以呢這等於4分之-4也就是-1 sinθ這是等於r分之y 所以呢這等於4分之0也就是0 因此呢這時候cosθ是-1 sinθ是0我們可以取這個θ是等於π這個值 因此是-1 因此呢這z1我們把它化為極式為-1 就是r去乘以-1 cosθ加上-1 sinθ 那麼這等於-1 sinθ 那麼這等於4去乘以-1 sinθ 那麼這等於4-1 sinθ 那麼這等於4-1 sinθ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z2等於3根號2i 那麼我們把z2寫成是0加上3根號2i 那麼這時候x這等於0y是等於3根號2 因此呢這r是等於就是根號x平方加y平方 那麼我們帶進來可以算出r是等於3根號2 這時候cosθ就等於r分之x 所以呢這等於3根號2分之0也就是0 而sinθ就等於r分之y 那麼這等於3根號2分之3根號2 那麼這等於1 因此呢cosθ是等於0 sinθ是等於1 我們可以取這θ是等於2分之π這個值 因此呢這z2 我們把它寫成極式 這是r去乘以cosθ 加上i sinθ 那麼這等於r是3根號2 cosθ加i sinθ θ是2分之π 所以呢這cos的2分之π 然後加上i sinθ 然後加上i sinθ2分之π 這個答案 這時候z2我們取決率值 這等於r也就是3根號2 而z2的主部角這arc z2 這是等於2分之π 這個答案 就是2分之π 然後再用按個兩隻指 還有1分之2 這個答案 這麼多的按鈕 這就是關鍵嗎